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自從林鄭公佈了酒吧禁酒令以後 整盤行政會議成員就像龍女雞作犯一樣 一隻二隻就供出來 公然地跟林鄭唱反調 質疑她所提出的禁酒令是無效的 彷彿行會所採納的集體負責制 已經不復存在 到底有哪些行會成員走出來割席 首先就是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她在接受商台節目訪問時提到 特區政府想以實行禁酒令來減少社交接觸 就不是最好的辦法 全球只有香港這樣做 她認為政府應該針對的是聚集這個行為 而不是特定場所來推出某些措施 她說禁酒令是要立法限制個人的自由 在普通法的原則下 是要符合限制比例 她擔心這個措施會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戰 預料這條法例也未必能通過 我真是奇怪 林鄭公佈這個酒吧限酒令以前 難道她沒有在行政會議內部 預先討論溝通和諮詢過大帝的意見嗎 為什麼葉劉 去到這個階段才在公開場合 批評限酒令全球只有香港這樣做 又說這是立法限制個人的自由 擔心會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戰 為什麼你不把這些意見在行會裏表述 為什麼你不向林鄭痛塵利害 現在你葉劉仍然身為行會成員 其實行會是採納集體負責制的 倘若你葉劉對於特區政府某些措施或政策 你是嚴重不滿意 強烈不滿的話 你就應該是辭去職務 你又不是 你只要一天不辭去職務的話 其實你就等同於附和和認同特區政府所有的措施和政策 你是不能夠這樣走正面 或者你就走出來說 其實根本上這個限酒令 在行會內部是沒有溝通過的 只不過是林鄭一人拍板決定 但是行會同時又採取這個所謂保密制度 你又不能夠這樣走出來說 你如果不認同他應該辭職才是 否則公眾就會假設 你這個禁酒令就已經在行會內 反覆溝通過了 特區政府採取任何的政策和措施一定會預先在行會內討論 怎會由林鄭一人獨裁決定 如果是的話 麻煩你葉劉和這班章語人湯家驊走出來指證林鄭 如果不是就假設你們已經預先溝通了 不要在那裡潔不 오래 第三個是張宇人 很晚ıs명 身為飲食界的作為會議員 你有完全沒有捍衛業界的利益 正如林鄭所提的 ologistsさん並不是單止有酒牌 職業的而且持有食事牌照 只要他持有食事牌照 其實他是可以登記成為飲食界的選民 所以很多酒吧的老闆 他們根本就是飲食界的潛在選民 或者已經登記成為選民 現在說領有酒牌的酒吧和食肆 是有八千六百多間 但是張宇人在2016年飲食界的功能界別選舉 當中就只是拿著二千四百三十幾票 如果這班酒吧和食店的老闆 一路走去登記成為飲食界的選民 然後在選舉當中投你對家 這個界別就肯定是會翻盤 你張宇人肯定就會陰溝旅客翻船 遭遇滑鐵路 為什麼你不積極地在行會裡 反映業界的意見 而到今早才聯同那班所謂的業界 走出來開記者會 你說什麼話 你就說對於政府實施禁酒令 是感到十分突然 有什麼突然請問 難道你身為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飲食界立法會議員 林鄭事先都沒有資訊過你的意見 那你入行會做什麼 那你怎麼反映業界的意見 你是廢柴 請問你在做什麼 如果你說 在行會裡完全沒有討論過這些事情 你出來指證林鄭 你不指證林鄭就是你失職 就是你監管不力 我告訴你 根本上現在一隻二隻就走出來 在唱反調 龍女雞作反 你們是林鄭的命運共同體 為什麼現在又走出來跟他抹臉 為什麼現在又走出來說 我質疑你的成效 你在行會內部討論的時候 你就應該對著林鄭直斥其非 一隻二隻就這樣坐著 還是一早還沒睡醒 在行會裡睡覺 每一個行會成員不是白做的 你們不是義工來的 你們每個月是鬥八千三百多元的月薪 到底你們在行會當中 是談什麼的呢 還是完全沒有談過呢 林鄭就架空了整個行會 如果是的話 你們就有責任出來說清楚 而不像現在這樣 你又出來說一句 他又出來說一句 行會是說得很清楚 是集體負責制 不可以這樣出來 你一句我一句 就好像當沒回事 當自己沒有了責任 你們全部都是有責任的 好了 這隻張宇仁更好笑 他就說 政府若然要求食肆禁走 停止營業的話 就等同於令到業界停擺 他就要求特區政府向業界代繳租金 人工開支 以及豁免猜響 這個禁走政策最好都不要推行 但是若然落實的話 業界都會配合的 但是希望政府會找數 希望政府會支援業界 以及需要有合理的賠償 我真的想請問你這些建議 我覺得沒有問題 我也曾經作出過類似的建議 問題就是在於 你是有行會成員的身份 我們這些雷聞 這些平民 當然是在網台上說 你作為行會成員兼立法會議員 原來你也是要在記者裡 跟業界一起排排坐 你行會每個星期二會開會 就算不開會的期間 你行會也有些溝通的群組 在WhatsApp那裡 就算沒有群組 你也可以通知 林鄭可以反映的意見 我們沒有林鄭的私人電話 我們沒有林鄭的私人電話 我們不可以直接聯絡到林鄭 李章宇人是可以的 原來你也要靠開記招出來說這些廢話 那你也是行會成員擔當 那你幹什麼 有什麼作用 除了出糧以外 原來你是廢的 沒有作用 這些人在搞什麼 你是行會成員 他竟然要開記招 把這些建議 在公開場合裡 告訴林鄭 你有沒有搞錯 真是離譜 另一隻行會成員湯家驊 又質疑禁酒令的成效 他就怎麼說 他就說政府仍然在討論這些倒皮不倒肉的方案 就不恰當 必須要即時採取更加果斷和有效的措施 他就認為 你這個禁酒令 是難以達到截斷感染鏈的目的 而且就會引起業界不滿 他就質疑到底是不是值得這樣做 而且有可能面臨著司法覆核的挑戰 如果這個措施不是有效 又阻止不了這個散播 那被人成功司法覆核挑戰得到 都與人無由 你說這些說話 到底你在行會內部 有沒有說同樣的說話給林鄭聽 還是林鄭沒有在行會討論過 禁酒令 如果沒有的話 麻煩你出來指證他 否則你一方面遵守所謂行會的保密協議 另一方面 你又不遵守行會所採納的集體負責制 這個世界是沒得這麼便宜的 對 糧便照出 人工便照逗 然後有責的時候 就不想揹飛 你都愚蠢 整班行會成員都 你們是命運共同體 我要再說一次 你們的命運是跟林鄭綑在一起的 三言兩語就想把自己的責任卸掉 愚蠢 至於另一隻行會成員林鄭才就說 政府正在研究有效和直接的措施 減少市民的社交距離 他認為最有效切斷傳染鏈的方法 就是限制人群聚集的數目 湯家驊也提出類似的建議 他建議香港限制四人以上的聚會 當然你提出這些建議的時候 肯定就會遭到很多人的質疑 到底你這些建議的背後有沒有Hidden Agenda 有沒有潛藏著什麼陰謀 比如說是否打壓集會自由等等 所以你最好的辦法 就不是像現在這樣斷絕和寵 逐點逐點這些措施或者政策搬出來用 而是一刀切 你就學外國這樣封城 在封城的期間麻煩你大撒幣 對所有的企業作出財政的支援 對所有的僱員你就幫那些企業去代出糧 你只有這樣做才可以達到防控的效果 否則現在你一時推出限走令 一時又說建議限制社交的人數 有沒有人服你才行 你這個特區政府又無德又無能 又無誠信 民無信不立 基本上你特區政府推出什麼措施出來 都會被人質疑 不如你一刀切 在一刀切的過程中 你就花些錢 你少少錢又不想花 你在搞什麼 何柏梁總監說 本港已經有18萬外郵人回來了 越來越多本地個案出現 相信已經出現第二或第三重傳播 如果再不馬上採取有效措施中斷傳播 而只是再聚焦 為底港人士佩戴手帶就不足夠了 最重要是人群不要聚集 他建議特區政府可以效法英國和德國禁止超過三人的聚會 他就擔心 如果在今個星期還不推出戒嚴級別措施的話 保守推算 醫管局在下個星期就會倒當 他就希望政府和所有議員在今個週末之前 要全線推出戒嚴的措施 不要再半桶水擠牙膏式來推出單一措施了 希望有關當局都會聽到何柏梁總監的意見 其實一刀切的措施就最好了 長痛不如短痛 好過你現在這樣拖泥泰水拖拖拉拉 不知道你會拖到什麼時候 那些市民都已經很痛苦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麻煩你真的聽聽何柏梁總監的建議 你將這些措施實施14天、21天或者28天 完了以後就一天光曬 好去工作 韓國爆到這樣的情況 人家都已經搞得好控制得來 但區政府還在做什麼 離譜了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